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之后的制作是需要在两块布料上一起进行缝制 我们的铺棉由于今是人工进行的剪裁 经验上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 这里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图片 这里我们只需要将我们的图案部分对准我们的铺棉即可 接下来我们取出我们的绣绷 将绣绷拧开 取出最里面的圆圈部分 将里面的圆圈部分放置到我们图案的下方 再取出我们外面的绣绷进行固定 固定好之后我们将绣绷拧紧 我们形式眼睛部分比较繁琐 这里主要先讲解一下我们眼睛的制作方法 首先我们先取出我们黑色的绣线 我们收到我们的绣线 它是由六股组成 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需要取出其中一根来进行使用 我们用手捏住线的开端 另一只手将线抽出 这样我们线就轻松的分离出来了 我们将分离出来的线穿过我们的针孔 将线穿过 将线的开头和结尾部位对齐 然后进行打结 打好结之后我们来进行缝制 首先我们先使用黑色两股线 锻炼绣的制作方法 我们来制作眼睛最中间的大圆圈部分 在这里缝制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我们眼睛中间的小圆圈部分 我们要给它控出来 不去缝制 我们可以再任意一点向上出针 缝制的时候 大家尽可能的将我们印制的线条部分给盖住 这样制作出来的成品才会更加的美观 我们竖直将线从另一端向下穿过 之后我们再在第一针出针位置旁边向上出针 平行的将我们的线补齐 平行就给大家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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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使用同样的方法将另外一只眼睛黑色外圈的红色练绣部分制作完成 红色练绣部分缝制完成之后呢 同样我们也需要在背面进行收针打结 之后呢每一次的换线我们都需要在背面进行收针打结 接下来我们使用黄色绣线两股线断练绣 我们来缝制眼睛 第三圈的红色练绣旁边的这个部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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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接着我们继续缝制中间角的最上方的部分 针法同样是锻炼秀 两股线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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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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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次缝好之后 这里呢我们需要将线调整到和糊度一起 糊度调整好之后呢 我们将绣线在背面收针打结 我们可以穿过之前缝好的线圈 将针穿过 并进行打结 打好结之后呢 将线剪断 接下来呢 缝制红色形式的清门 我们这里使用红色绣线 缝制蓝色形式的清门 这里呢我们使用黄色绣线 我们来缝制中间角的下方的第二个图案部分 这里的制作针法是断面秀 加红色绣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上方红色部分制作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在制作下方的 嘴巴的这里两个的图案部分 这里同样都是使用断面修 我们来进行制作 竖直方向进行排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 使出红色绣线 这里六股线 六股线 将我们的三根线穿过针孔对折 变成六股 这里我们使用竭力绣的制作方法 我们来缝制两个大的圆球的部分 我们这里可以先在圆球的中间位置向上出针 在中间先制作一个竭力绣 将针穿上来 左手捏住我们的线 针在线的上方 从上向下 将线在针上缠绕一圈 再从我们刚刚出针位置的旁边向下入针 左手轻轻地拉紧针上的线圈 再将我们的针向下穿过 这样我们的一个竭力就制作完成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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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取出黑色绣线 两股线断面绣的制作方法 我们来缝制嘴巴的团案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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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取出一整根的白色绣线 也就是我们的六股 我们将是一整根一端穿过我们的针口 这里穿线呢大家需要有一点耐心 六股线穿针的时候不是很好穿 将线穿过来之后呢 我们将线调整到一短一长 我们只在长的一端上进行打结 打好截之后呢我们来进行缝制 我们这里呢要将针从一端向上出针 来回的缝制三条 和我们上方的黄色部分这个方法相同 黏着下方团案的长度 我们能向下穿针 再将针向上穿过来 一边缝制一边调整位置 接着缝制第三条 三条全部缝好之后 我们逐一的调整它的位置 确定好位置之后呢 我们将针在背面收针打结 将针调起之前缝好的线圈当中 将针穿过来 再将针穿一下 然后将针从我们后方的线圈中穿过 收紧线圈 将线圈 将线剪断 这样呢就是我们白色 线的制作方法 下面我们再取出我们的深蓝色绣线 一股线 一股线就是我们从线中抽取一根 对着穿过针孔 将线的调整到一短一长 我们在长内端上进行打结 这里我们来固定白色的绣线 我们这里呢沿着 印制好的图案来进行固定 将针向上穿出 我们这里呢要一根一根的进行固定 先固定一根 再固定第二根 一根的 一根的 二根的 接下来我们再取出细筋线 这里呢 我们使用的是一股线 一股线就是我们将一根细筋线穿过针孔以后 将线调整到一段一长 我们只在一端上进行打结 在长的一端上进行打结 这样呢 就是我们的一股线 我们这里呢 细筋线和粗筋线都是由多股线组成 我们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取一整根来使用就行 不需要将它进行分骨 这里呢 我们来固定上方的黄色的绣线部分 我们这里只需要用细筋线将我们的黄线 进行一个固定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我们的细筋线不需要断线 我们接下来直接用细筋线盘线修固定我们的粗筋线 我们将细筋线呢 从下方图案的一端将针穿上来 接着取出我们的粗筋线 我们粗筋线的开头这里呢 我们先预留出一小部分 然后呢 再将我们的细筋线 从出针位置的旁边向下入针 我们的粗筋线这个时候是在我们细筋线的里面 我们要用细筋线将粗筋线进行固定 这里呢 开头位置我们需要用细筋线多固定几圈 固定好之后呢 我们继续向下统制 我们沿着图案的边缘部分进行固定 作曲 统筋线 作曲 统筋线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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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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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我们使用剪刀将线进行修剪 我们这里可以先剪的大一点 然后再慢慢的修剪出形状 修剪好之后我们将我们针的背面 用我们针的背面将我们的线头梳开 接下来我们使用白色的绣线 一股线 一股线就是我们将绣线穿过我们的针孔对折 将线调整到一短 一长 我们只在长的一端上进行打斜缝制 这里我们使用盘线锯固定我们的金色绒线 我们开头的位置这里 先剪刀 次龙线的开头部分进行下肢定 再次龙线的开头部分进行下肢定 四龙线固定好之后呢 开头的这个线头位置可以给它修剪一下 接下来呢 我们来进行四龙线的制作 我们这里能先从眉毛的底部将针穿上来 接着将我们的四龙线打过来 下以我们的白色绣线一股线进行固定 这样呢 我们开头就制作好了 接着我们再在眉毛的上方位置 将针穿上来 同样将四龙线再拿过来 进行固定 接下来的攻击方法呢 就是自一自行的走向 我们将图案填充完整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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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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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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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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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